二十点零二分朋友们啊 这个国际军团并肩啊 旅外乌人 就是国际的志愿军啊 和旅居其他国家的乌克兰人 现在并肩作战啊 当然他们更是和乌克兰的国防军 以及这个国土防御部队 也就是民兵啊 这个共同的啊 来打击俄国侵略军 现在说这个已经有八万人了啊 已经有八万人了 这个八万人呢 包括哪些人呢 包括这个 六万六万六千 六万六千二百二十四名 旅居其他国家的乌克兰人 反国返回乌克兰啊 参与抵抗俄罗斯入侵者 等于是大概啊 六万六万六千多人 等于是十二个战斗旅 十二个作战旅啊 这个战斗旅和机动旅啊 大概一个旅五千多人的兵力啊 十二个旅 另外啊 还有一万六千名外籍人士 响应国际军船的号召 国际志愿军啊 一万六千名 我听说有五十二个国家的人 中国也有 少量的中国人 但是是在海外的 中国大陆的可能要去非常困难 如果你人在中国大陆 出都出不来啊 这个美国肯定有吧 五十二个国家 美国 英国 法国 德国 意大利 西班牙 葡萄牙 是吧 前两天有人误传啊 说有一个一百二十五人左右组成的葡萄牙连队 到了乌克兰前线 那是假消息 他不可能啊 这个葡萄牙国防军正式参战 是到了罗马尼亚 是北约 北约的一种预防性的军事部署啊 这有一个照片 这是一个年轻的孩子 这个孩子岁数不大 二十岁左右啊 这是一个瑞典的瑞典的学生叫拉斯姆斯 实际上叫拉斯姆森 是吧 北约人就什么什么森比较多 约翰森 彼得森 是吧 他是在波兰的边境城市叫普萨 普瑟米斯 准备搭火车 前往乌克兰西部的利沃夫 现在是整个欧洲 整个北美 甚至还有澳大利亚 新西兰 西方国家 白人啊 白人国家 绝大多数都站到了乌克兰这一方啊 站到普京那一方的 只有白俄罗斯 现在看来啊 白俄罗斯 哈萨克斯坦 拒绝出兵 是吧 感谢观看